狐狸猫和朋友们在公园玩三叶草决斗 首先摘下三叶草 接着把金的外层剥掉 只留下中间的一条丝线 然后勾在一起互相拉扯 丝线没断掉的人就获胜了 现在寻找自己最强的伙伴吧 哦 又断掉了 这种植物好有趣哦 不知道还有什么动手玩自然的游戏呢 我记得狐狸猫爸爸是植物专家对不对 对呀 这游戏就是他教我的 有空可以来找我爸爸 认识其他有趣的植物哦 好耶 大家好啊 今天打算先告诉你们 关于园艺的事情 然后带你们玩一些有趣的植物 太棒了 这边总共有一百零三盆盆栽 我先示范一次给你们看 怎么播种 等一下换你们试试 哦 很简单嘛 我们都学会了 换我们试试看 不过我们一人大约要处理几盆盆栽呀 咦 大约 大约是对数量的推测 可以推测我们一个人要处理几盆盆栽 因为一百零三大约是一百 一百平分给五人可以想成一百除一五 所以大约是二十 哦哦哦哦 那我们来比赛 看谁先处理完自己的二十盆盆栽 准备好了吗 预备开始 Jason原意店有三百九十七盆盆栽 每八盆放在一盒装饰栽内 盆栽全部分装完后 大约要用多少盒装饰栽 答案为三五十盒 因为把三百九十七 大约是四百 所以用四百除以八 来估计最接近的核数 得到五十 我完成了第一名 可惜慢了一点 我也完成了 我第三名吗 还行 我还差好多啊 没关系 慢慢来 那请三位优胜者 去搬三百零三个纸盒子来装盆栽 那边有推车哦 交给我们吧 我刚刚用除法算了一下 三百零三除以三等于十一 每个人只需要搬十一个纸盒子就够了 不需要推车啦 咦 是这样吗 我用估算发现你算错了 我们每个人大约要搬一百个纸盒子哦 叮咚叮咚 狐狸猫答对了 用估算会发现三百零三靠近三百 把三百零三估成三百 三百除以三等于一百 所以每个人要搬一百个纸盒子才可以 我们回来了 刚刚好他们也结束了 接下来我来带大家玩植物小游戏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Jason园艺店要用育苗盘培养二百零八株幼苗 每一个育苗盘可以栽种四株幼苗 员工计算总共需要多少个育苗盘 得到一共需要二十二个 请用估算帮员工检验一下 他是否计算正确 答案为二 错误 二百零八 大约是二百 二百除以四等于五十 需要五十个育苗盘 所以员工计算错了 里长阿姨订购八百九十一盆盆栽 想要分给九个伙伴 请问每一位伙伴能分到几盆 麦麦进行估算 得到一位伙伴大约能拿九十盆 另一边 狐狸猫也估算 得到一位伙伴大约能拿到一百盆 因为彼此意见不同而吵架 请问谁的说法更靠近正确答案 想想看 他们又是怎么进行估算的呢 狐狸猫更接近正确答案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